除了吉兰丹州 吉隆坡警方也同样在日前展开 代号为加斯顿的速毒行动 分头逮捕6名男女嫌犯 期货大约23公斤各类毒品 估计市值超过38万令吉 龙氏毒品罪案调查组主任扎斯米罗指出 这个贩毒集团将手上的毒品小量包装之后 再根据熟客的需求 配送到夜店或者是私人派对兜售 所以普通的地方是在羽毛 托斯米罗今天在吉隆坡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时 透露有关贩毒集团在三个月内已经累计一定数量的熟客 也了解不同客人的毒品需求 因此每一次都是小量发货到指定地点 而且规定是现款交易不轻易的留下痕迹 他指出警方是在上个星期四晚间 兵分多路到雪龙五间公寓 逮捕包括男首脑在内的六个人 起货冰毒、海洛因、五载、克塔米和大麻 一共五种毒品以及2780令吉的现款 警方目前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B条文 扣留这批嫌犯七天住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